马依丽在娱乐圈中是一位演技十分精湛的实力派演员,可以算得上是圈内的超一线演员。 他凭借电视剧真空爱情记录而正式出道,因为视野奋斗中的下铃一角而被受大家的关注,马依丽参演过许多的热播电视剧,例如《环珠格格3》、《中国式关系》、《小爸爸》、《婚姻保卫战》、《青春期撞上更年纪》等,他所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深入人心,弹入感极强。 因为结婚生孩子,马依丽在影视圈曾沉寂了一段时间,付出后的他虽然名气有所下降,但是实力却依然强悍,他凭借北方广不相信眼泪等多部热播剧迅速搬红,尤其是他和靳东主演的《我的前半生》更是火到不行,暂至好评如潮,累积播放量达到了168.1亿。 深受观众我们的喜爱,马依丽饰演的全职太太罗子军,玉京东饰演的商业精英贺涵,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不同于以往的都市情感电视剧,《精彩绝伦伦》,《引人入圣》,即《我的前半生》后,马依丽又一部新作进京城即将来袭,这是一部古装历史电影。 该部电影主要讲述了《引光论生》,《月酒》为代表的一众艺人,即以《风格格》等为代表的戏迷,发生在里原的恩怨和情感纠葛。 马依丽在该部影片中饰演的是女主风格格,该剧的男主月酒将由傅大龙饰演,傅大龙是一位十分低调的影帝,他曾主演过《天狗》、《少年鹏的怀》、《大前帝》、《国之纵鹏》等多部经典影视剧,演技十分了得。 曾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,华表演优秀男演员奖,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奖等多个奖项,傅大龙在进京城,终是一位黎原艺人,很往有看完他在片中的扮相后说他不懂戏剧,但其实傅大龙自小就学习过京剧、古术、古琴和书法。 所以该部影片由他主演,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该部影片除了由马依丽和傅大龙两位大咖级别的主演外,还有王子文、焦旺、马静航、刘立伟、刘佩奇等实力派演员的加入,看点十足。 进京城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京剧艺术为宗旨,以京剧发展史上著名的徽班京剧事件为创作背景。 该片还未播出,就获得了最佳传媒关注导演奖、最佳传媒关注编剧奖、最佳传媒关注男主角奖、最佳影片奖和最受传媒关注奖等五项大奖。 关于京剧题材的电影在市场上,可以说是《凤毛麟角》,进京车在内部适应后,就有私生电影人评论道,这是爸王别姬之后最好的同类题材电影,这么精彩优秀的剧作内容,再加上强大的演出阵容,网友们也纷纷直呼,这又将是一部经典之作。